花莲家福中心一年一度爱心云游会 星期天在六期重画区广场盛大举行 不只花莲在地许多社团企业热情响应 还有来自台中的青年人到场涉探意卖 而国际同期会花东区也捐赠一辆车 让家福的同工在下乡关怀服务任务可以更顺利 花莲家福中心一年一度的爱心云游会 在疫情趋缓之后恢复办理 星期天上午在花莲市六期重画区广场 不只花莲在地社团企业热情响应 还有来自台中的年轻人也到场涉探意卖 你们从台中来喔 对 为什么会来 这关系 建白什么摊 地瓜球 地瓜球啊 那怎么会想要来响应家福的活动 可以比较好玩啊 然后我们今年大概总摊位数也有将近快120摊 那每一年其实在岁末 其实就是我们花莲家福中心园游会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场活动 因为主要透过这场活动 让民众更认识我们的服务推广 然后也让民众可以给我们更多支持 让我们明年来年2024年一整年度的服务经费 都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可以继续推广我们所有的在地服务 其实今年很多摊位 那其实有一些摊位 像我今天早上跟他们聊的 有一摊它其实是特别 昨天今天凌晨从彰化开着车子 然后来这边 然后因为它是加入我们的爱心摊 载着它地瓜球的一个摊位的道具 今天凌晨才到这边 然后今天就马上投入我们园游会的工作 说除了我们园游会之外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统计会花东区 那它今年特别捐赠了一部我们的服务专车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比较偏远的乡镇有服务专车可以使用 家府游泳会也受到花莲在地行政首长和民意代表支持 包括了县长、立委、市长、县议员还有市民代表 都亲自到场热情相挺 介络会幻视报导